我告诉大家啊 你看我平时比赛的时候发勾手都有哪些勾手 比如说正常的我原来的发球啊 原来的发球 这种球呢就是 在一上来比如说我正常去发 我上拳下拳发的相对模糊一点 我准备的是啥呀 我就我可能准备的是啥 准备你接不上太高指令 我去进攻你了 然后还有一种发 还有一种勾手呢 是什么 是孙廷老师的这种勾手 对不对 在我局面我发这个勾手 他打不通局面的时候我可以变 虽然是都是勾手 但我整个的旋转节奏变化 以及我的机修点都发生了变化 他接的都是一个勾手 但是你要按照同一种方式接 你就会出现问题 这是第二种 孙廷老师这种的 对吧 孙廷老师这种发球 还有第三种就是 属于不夹摩擦的勾手 就是我以砸的过来 就是实际是这么过来的 推过来的时候 但是我夹上假动作 大家再看一下 这个球实际是这么推过来的 它是一点旋转都没有 就是碰过去的 但是我加上了重心的下压 以及假动作以后 让这个球变得非常快 然后 对吧 非常快 然后还有一种 往下的 就是你看着这球是往下使劲 其实这个球还是碰过去的 就是三种 然后再配合我的长球 你觉得你勾手接好了 我第二种勾手出来了 你觉得我第二种勾手接好 我第三种勾手出来了 就是等你全 没能弄明白了 好一场我赢了 你已经被我的勾手制约住了 哇有点理解了 是不是 有点理解了吧 其实我跟大家说一下 发球发的好的 并不是他旋转有多强 对 是他假动作做的太逼真 就是让你 让你感觉 假的这个东西是真的 这是真正发球发的好的 你要说现在这个球 你能发到 让人知道下拳还下网 那不可能 除非说对这个接发球的人 可能水平太低 对 就是你正常 你再一转的球 你只要拖着往上接 他就不可能下网 不管是什么旋转 对 你说很对 换速 就是拿假的去 把注意力全放在假的上 让手上这一下 就简单一点 就这么简单一点 对吧 你看 我同样的 我这么发球 你们都能接上 我相信咱们直播间所有球都能接 但是我同样这种发球 我加上假动作 你看 你就不知道什么旋转 什么旋转 你们说这是什么旋转 它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上旋 但是我加上假动作 你整个人 就是一种 这是什么玩意儿 他接的时候就一碰 对不对 你看 他们出 其实我不告诉你们是上旋 你们可能接俩就接懵了 对不对 你看我再给你发个更隐秘点的 上旋下旋 我刚才发的是上旋下旋 无脑拧 你打你要站我对面你就不敢拧了 但是我利用了这个整个手的 手的甲动作 让你感觉这个球我是这么出的球 是不是你们从面上看是这样出的球 没毛病吧 你看 全是上旋 但大家所看到的是不是我在这么出球 你从这个切入的角度看 对吧 你看着就是啥 它就是上旋 它就是下旋球 你当你一戳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帽杆 放给你戳一个 够了 完全足够 一个半高的半出台球 这时候你就冲死了 所以说 所以说有些勾手啊 就是你现在练的勾手不是让你扔掉 就让你发这个快的 你现在练的这个勾手是可以你的第一套勾手 我上来我发出旋转我让你吃没问题 咱们可以这么发 我刚才教了一种勾手 大家变为自己的第二套 就是简单点来 咱们摆好一个姿势身体放松一点 踏踏 对吧 踏踏踏 找好击球点就行 你把这俩脚发开 然后你再练一个推出一个长球 你试试 咱们打一夜鱼球有效果特别好 特别好 一下最少能长两分 特别好 就这种方式 这就变为你一个第二套 多简单啊 不用你他假动作 抖手腕 啥也不用 稳稳当当的把球放在这 哎 像端这个球给他放在这 用身体 像抱孩子似的 抱孩子 悠孩子 不睡觉 悠他 这种感觉 一悠就过来了 一悠落在这个机油点上就过来了 很简单 就像抱孩子似的 你抱着这个手 你把主要要的是啥突然间弱点 我两边一发 对不对 然后你们可以手数学一下再加点数 我一点旋转都没有 我也没使劲 就加点数 就很快 就很快 没孩子怎么发 没孩子 先来一个 没孩子 邻居借一个 你的练会了再还 对不对 这个可以是你的第二套 不管你的第一套是什么发 就是春庭老师的那种勾手 还是谁谁谁老师那种勾手 都没不影响 不影响你有准备的第二套勾手 关键发完球怎么衔接 我跟大家说一下 其实你发的越好 你下面衔接越容易 就是这样 你发球发的越好 你下面衔接越容易 因为发了以后机会出来了 对啊 你发的好发的快 他就只能接慢的点 他加不进去质量 你后面的时间就多 这个东西就是相辅相成的 你发到80%了 那他接能只能结出20来 你发个20%的质量球 那他可能接你 你发帮杆你后面咋先接 对啊 这么高你打 我这么发 你让马龙这么发 给我打 我 他也赢不了我呀 你要马龙这么发跟我打 他能赢我吗 赢不了 谁这么给我发 这么发 他也赢不了 就是这意思 所以说他强 强在哪呢 不是他说强在他 他说是马龙 他这么发就能赢 他强在前面这些东西 他都把已经做到极致 就你没有喘气的机会 他老发到你90%的地方 或者90%的模糊 你能留下的就只有10%了 你只能在这10%里的时候去喘息 我叫房一池 我叫房一池 房一池你怎么跑题的 不是 咱今天虽然说讲的是揭发球 但是咱们自己揭不好的球 咱们是不是也可以去发呢 咱不能自己揭不好这个发球 咱自己又不练 咱首先咱自己可以先练 然后我慢慢练完以后 如果说碰上一个会接的 你在会接的人身上 你不也找到这个怎么接的技巧了吗 是不是 原来有教练说 说你要是想揭发球接的好 首先 首先什么 首先你得先发的好 你得知道这个球怎么发出来的 你到时候你就会接了 你就知道这个选择 就你假动作是怎么做 那对方也这么做 你就知道 他这个球可能就是上线球 这是之前一个教练跟我说的 知己知彼 讲得太好 讲太细了 是不是 就是我如果打球的时候 我要能听你这么多细节的话 我应该还能进步点 对吧 然后我再给大家重复一下 今天教的内容其实是揭发球 刚才只是延伸出来了 我觉得这个刚才这些东西 讲着对你们实际的比赛会很有帮助 会很有帮助 你会觉得我这发球并不用冒那么大的风险 去使劲 去抖也好 去那啥也好 作为你的第二套的一个 牵扯一个别的战术 就是我一开始以旋转为主 现在就以速度为主 你放心 不管对面站的是谁 他都会很别扭 他都会很别扭 明白点了 明天试试 对你们一定要去试 然后今天主要讲的内容是啥呢 今天主要讲的内容就是 我们在接逆侧勾手的时候 大家记住 你们我知道你们之前听说过 接同侧的这种方法 但是这个不是绝对的 如果你觉得它是万能的 那你们就错了 你们该吃发球还是会吃发球的 而且人找到你吃发球 那个球会一直往死发你的 明白吧 我们一定要理解这个球它的旋转 我们为什么会吃发球 我再跟大家重复一下 如果说对方发逆侧拳 发到你的反手位的时候 你什么球可以接同侧呢 什么叫同侧 我再给大家讲一下 它这么发过来的 这么发过来 这不是这一侧的侧拳吗 这一侧的旋转吗 逆侧拳 我们在这边还是接球的这一侧 这叫同侧 对不对 这叫同侧 我们在接 如果说是偏上拳 偏中性的球 你接同侧没有问题 不管你是快点 还是慢点 这是没问题的 越是偏上拳的球 越接同侧 越好压住旋转 这个大家要记住 但是如果说人对方会发 勾手的下拳 或者逆侧的这种下拳的话 你再去接同侧 你就很容易吃发球下网 原理是什么 原理是接同侧 属于旋转 它往这边转 但是我给它对冲了 就相当于 这个旋转往这转 我的板是这样 它俩相撞了 旋转对撞了 对撞了以后 胶皮 球在胶皮上就停不下来了 它就会瞬间 让这个对撞 冲出去 因为你是往前给的力量 它就会往前冲出去 所以说 它如果一发到下拳 你在接这边的时候 它球一冲 直接是往往根跑的 直接是往往根跑的 这个大家能听懂吗 它的自然角度 就是往往根跑的 所以说人家会发下拳的时候 千万不要接这一侧 上拳中性可以 来 再给大家演示一下 怪不得你吃撤下 对 大家记住 如果撤下接不好了 怎么去接 它球往哪个旋转转 你就往哪个旋转接 也就是相当于 你再给它加转 能听懂吗